Hello,大家好,我是真小妹 我是小正 我们今天来访问一下小正之前做过什么工作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在帮我打工 然后做我的助手 老板你好 你要合伙吗,你要投资吗 如果我开公司的话 你有多少钱可以来投资我 几万块吧 几万块,有吗,真的有吗,有几万 多的没有 就几万啊,你管我多少万 那你就能当老板了,我们再请个员工 好,话不多说,来,开始 第一份工作 实习 顺德美帝 空调船 组装 有水线 没有,你是练什么 三点一线 工作,汽修 毕业 什么叫汽修啊 汽修就是汽车维修 你可以去汽车厂做吧 可以啊,我有个证 也是挺长挺辛苦的 那为什么你第一份工作不是做汽修 司机嘛,学修安排 哦哦哦 半年 你不会没有一个字出来 你圆滑地形容一下这个工作是如何 中庄毕业的我就读汽修 读了两年 美帝就是那个美帝吗 对啊空调啊 那你要做什么工作啊 组装 一天到晚 工厂啊 工厂吗 对啊 流水线啊 你懂吗 嗯 流水线就是 不知道 我给你解释 流水线就是每一天做同一样事情 三点一线 做上班就是 宿舍 放他 没了 那就做的工作内容就是 对 打螺丝 打螺丝 组装电器 还是冷气 那个空调外机 那就没了 没了 就这个 没了 就是工厂嘛 对啊工厂 工人 多少钱 我实习有 4000多块 一个月 对 很多耶 多吗 多啊 好像是工资都 自己拿的比较多 然后 学校也会来一点 18岁4千几元 一个多少人28岁都是4千几元 好吧 还是有 那五六千块的 我就很懒 不怎么加吧 那你们这边工厂还可以啊 没有很低 然后第二份 第二份 教宴你老马力 在广州做了个点心 酒楼 早老顶上好头 就是煮粥 做面包 几个职位来 那你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煮粥 可是你煮的粥 没有特别好吃 你们家是不是世世代代 都是做饮食业的呀 我老爸 我二叔 我三叔 都是饮食 就厨师 厨师 要不就是工头是吧 厨房工头 都做了这么多年 老大就是接一个厂来做 就是你自己找人去做 然后中标的话呢 就跟那间可能学校啊公司合作 找一些厨师啊 找一些工人一起 差不多 把那个就是计划案搞好这样是吧 有一个期限的 就譬如你这一年在那个什么大学里面 要做个饭堂 那你就是那个公徒呢 然后就去蛇头啊 蛇头啊 我们叫蛇头 找那些卡拉斐过来做事 差不多 做完之后就签个合约就搞定了 差不多 那你呢 我就是卡拉斐了 我只为就是 中间你没有学过点心的 怎么做啊 制作啊 没有没有 我都没有到那个阶段 就已经走了 没到那个阶段 我已经跑了 我只做了三十个月 到时候给四五千吧 也就是四五千左右 你光是祖宗都有四五千 还挺好的耶 你一天到晚就祖宗 你节假日放假 就一直走 一直走 你都没有回家 就一个小碗 他就看着那个粥 他就看着那个粥 看着那个粥 祝你啊 极日快乐 三份工作吧 就是做淘宝客服 挺累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肯定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在线 你本来跟我交流就已经不在线了 你还做淘宝客服 我真的是完全想象不到 就是客人问你说 不好意思啊我想退货 不关我事啊 做了客服以后 你会发现什么人都有 这件东西尺寸是多少 怎么卖怎么卖 轻 那个运费怎么算 轻 你有没有说轻啊 对啊 一天到晚就很生气 很生气 你还轻 轻 轻轻是的哦 轻轻 轻是的哦 那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 主播带货的时候 背后做一个小出手 有时候主播要吃饭啊 或者是上午间 我也要播一下 那时候直播很流行吗 带货什么 那时候才刚开始吧 哦 多钱啊赚了 也是四五千块 四五千块 对五千 四千来拍了 对我做过最优逼的 就是在这里正常做一个 辅警 辅警 就是辅警 辅警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解释快点 他就说做一个辅警 这是有穿制服吗 对啊有没有照片 好像在就是手机那里有 然后工资或者是待遇 都挺不错的 因为离自己家比较近 在自己正常的 做就是三千来块 然后有五千没有一斤 哦 那有什么福利吗 做警察 我做辅警 做辅警 那个福利就是 我们是有三队员 上二十天 休息十天 就是放假比较多 对假期比较多 然后 那你三千块 家比较多也很正常啊 对 然后就没什么事做 那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内容 辅助警察的工作 对 辅助民警 出去 有人跳河 你要去救 你要跳下去 我也跳过下去啊 你跳下去救过人 救过 顺便 拉一下把手 魅西啊 走那么 帮我扫那么 没有 转正的话 要自己靠自己的表现 然后去考 考公务员 可是我们香港人知道 辅助 它是要成绩很好 因为工资都挺高的 100元一个小时 就是可能 有些大型活动 比如有些年宵啊 过年啊 很多人出街 那些 有附近站在那里 一定要穿着制服 维持秩序 最后一份工作 就是做厨房设备 大型的 酒楼的厨房设备 做了一月 两年 是不是最持久了 最久了 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候 还是做一个学生 四五千块 到了自己能出来做了 就几百块 一千 那你那时候 平均最高工资是多少 一万多 一万多 差不多两万 哇 这么多 真的还是假的 是深圳的 就是不断做 所以才两万 对啊 一天做啊 不是 都做了二十多天 那不是每天做啊 很正常啊 一个全职应该要有的时数 你又不会有万多元 你当是万五了好吗 万五元 都很好啊 有时候自己也可以到外面 借外块 对 借一下外面的单 那他辛苦吗 要做什么 内容做什么 苦力呗 简单一点就苦力 一般事 师傅 对啊 整个厨房都要你搞 对啊 你不是做设计的那个吗 设计的那个都要下手的 你不用办 要到现场 那设计的那个 是不是工人工一点 比起工人 够了 都不知道怎么走 那为什么人家教你 不教其他人的 就是为什么给你设计 不给其他人设计的 不知道 你是不是识人啊 是不是走后门 家喻户晓的品牌 可以透露一下 一些连锁店 那个 山头湾相场 就大商场里面 对 大商场里面 我们就 几个人 四五个人 一个团队这样过去 厨房给做完 做完以后再 就 是 商场里面所有的餐厅吗 我是 就一间 那他为什么要 特意从 深圳 把你们 调到那边去 做这个工 他们本地没有吗 都是 深圳比较多的 哦 就是深圳做这些 厨房设备 或者是厂家 都是深圳比较多 那朱海你也来过做呀 有啊 就你一直出差啊 对啊 一出差就是三四天三四天 然后就坐着那种什么 那些van仔 对 小面包 小面包 五六个男的 然后就臭微箱头 就挤在那里 坐两三个小时 然后呕着呕着 去那个工地 就呕着呕着 就是做地盘 在反正 辛苦工啊 孤雷工 但是赚到很多钱 我觉得 OK了 讲完的了吗 就没有的 那你现在对你现在 目前为止的工作 有什么想法啊 现在工作是 时间自由啊 要不要看老板面色啊 我还看你脸色 我还给你脸色看你 好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啊 我的工作就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的工作 是怎么样了 你都是打过五份工而已 我打过二十几分 我有十五岁可以打工 我试过一次最厉害是 一个人做四份工 四间公司请 但是我是兼职的 因为我很少做全职 我一定是做兼职 嗯 有时候我自己要拍片 那之后我会做兼职 之后就 可能之后早 去便利店 下午放完工之后呢 就去珍珠奶茶店 之后呢 晚上就去那个糖水店 因为糖水店做到很晚的嘛 但是糖水店人工很高的 如果你只做一份呢 你根本就不够用 嗯 还有觉得很闷啊 做一份 所以我就会不断打工 很多不同的范畴里面 学很多不同的手艺 技巧 像我这种早点出来社会工作 打工的话 就 人比较踏实吧 是吗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尽早就被这个社会给毒打了 你就知道 多残酷 多残酷 然后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啊 奇幻罐啊 点到我的分享 打工的经历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打过几份工呢 有我二十几份真的有点夸张 碎湿湿碎湿湿这样 一夜价啊 Starboard啊 便利店啊 MG没做过啊 那些什么 总之所有的餐厅 其实 他肯请我都会肯做 因为我想学区里面的菜式 想吃区里面的食物 B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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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水 integrity 我云在楼顶会不停的下